太子极厌恶我这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 宫中设宴 表妹谋面羡舞 太子欣喜若狂 此女才是命定太子妃 婚约废除 我沦为满金笑柄 可她不知道 自己认错了心上人 表妹长了一双与我极其相似的眼 后来 我另则加续 出嫁那日 风吹动喜盖 露出半张脸 前来官礼的太子殿下骤然慌了神 我没想到 回京以后 不过去了趟寒山寺祭奠双亲 再回来 婚约没了 退婚的圣旨传来时 表妹许思嫣正在向我炫耀 殿下说对我一见钟情 非我不娶 太子殿下还说你貌若无言 又自小养在庄子里 没有见识不说 怕是行为粗鄙 难登大雅之堂 她这才气了你 选了我 我邪逆她一眼 许思嫣顿时面露心虚 自从双亲去世后 外祖父强势 派人将我接到边关抚养 许家阻拦无效 只能对外宣称我去了乡下庄子 如此也好 我根本不想嫁给太子 也不想余生被困深宫 见我不说话 许思嫣陡然拔高音量 你从不肯摘下秘笠 不会当真丑陋不堪吧 给我瞧瞧 说着就要动手 我头一歪 她没有收住 手打在门板上 发出咚的一声 指一瞬 许思嫣疼得眼花打转 张口就骂 梦之碎 你这个贱人 谁让你让开的 我默默退开一步 看傻子一样 不让开 站着让你打吗 许思嫣气得胸膛起伏 开始口不择言 真是和你那个武将出身的娘一样粗笔 我没心意拧 再管不住你那张嘴 我不介意教教你什么叫祸从口出 许思嫣冷哼 眉眼间脆满阴毒 姐姐不会以为我如从前那般任你拿捏吧 以后见了我 轮到姐姐向我行礼叩拜 想想就激动 哎呀 不如现在就喊来听听 怎么回事 太子匆匆而来 正巧碰到这一幕 许思嫣立刻变了神色 面容哀妻 殿下 我不过是求姐姐成全我们 她骂我就算了 还辱骂您 我气不过和她争论 她竟动手打我 我转头看向门外 再看清来人的脸时 顿感意外 这不是寒山寺外说对我一见倾心的灯徒子吗 去祭拜双亲那日 许思嫣非要同我一起 一路上叽叽喳喳 我实在厌烦 最后没再管她 自己从后门率先下了山 彼时 我戴着面纱 只露出一双眼 可即便如此 这灯徒子还是追上来打听我是哪家小姐 我骤然想起 许思嫣长着一双与我极其相似的眼 脑海中瞬间浮现不妙的预感 将以怀面容冷峻 视线扫来 沉声质问 思嫣说的可是真的 我忙收回思绪屈膝行礼 回禀太子殿下 既然是许思嫣告状 自然要她来证明真伪 而不是让民女自证 将以怀微不可见地蹴了下眉 放肆 平日里你就是这么欺负思嫣的 把秘离摘掉回话 我想起经中传闻 太子殿下极其厌恶那个素未蒙面的未婚妻 我扯起一抹了然的笑 态度越发恭敬 民女在乡下庄子这十年 从未见过表妹 且民女粗鄙 刚从乡下回来 不适应京城的气候 面部溃烂 怕冲撞了贵人 这才佩戴秘离 将以怀目光灵力 望向我的视线满是探究 既知自己粗鄙 便把女界抄个二十遍吧 我骤然抬头 这是不问缘由要为表妹撑腰了 许思嫣面露得意 拉着人往外走 太子哥哥 闪花宴快要开始了 别管她了 咱们快去吧 临出门前 太子回头 突然发难 孟姑娘的声音似曾相识 我们哪里见过吗 我正愣 盲急中经历回应 殿下许是听错了 这世上多的是容貌相似之人 更何况声音 太子未在多言 神色冷淡地离开 闪花宴涉于郊外 是贵妃娘娘筹办的变相相亲宴 所有士林男女 接来凑热闹 我到时 众人在玩头壶 气氛热烈 我脚尖一转 循着偏僻处走去 图个安静 结果刚站定 湖边假山后便传来低语 去查一下 五日前 寒山寺 许思烟是何时下的山 我浑身顿冒冷气 竟是太子 他果然生疑 我转身欲走时 太子一身悬衣 自假山后阔步而出 又见面了 孟姑娘 她面上情着笑 可笑意不达眼底 我立于原地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只能硬着头皮行礼 殿下 她嗡了一声 开口便降下惊雷 左右四下无人 孟姑娘不如摘了蜜蜜透透气 我明白她在试探 却只能努力保持镇定 谢殿下关心 民女容颜粗鄙 若惊扰殿下便是民女罪过了 可太子却不罢休 欲要开口 一道熟悉的嗓音字身后传来 紫怀 紫怀是太子婊字 太子一愣 错身看去 待看清来人是谁后 神色瞬息万变 最后化作惊喜 皇叔 你自边关回来了 这世上 能被太子喊作皇叔的 只有那一人 十三岁便上阵杀敌 从无败继的异姓王肖瞻 她身材高大 却并无五夫质感 反而换上华服后 周身气度 无人能及 嗯 这位便是沈其白常挂在嘴边的表妹 孟姑娘吧 她话风一转 看向我 外族沈氏一族 皆为消逝不娶 民女参见王爷 我忙跪地行礼 太子似乎直到此刻才恍然想起 孤静忘了 孟姑娘是皇叔坐下第一蒙面干将 沈将军的表妹 肖瞻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压迫感十足 本王倒是经常听说孟姑娘 我跪在地上 浑身冷汗淋漓 此刻 我无比庆幸自己佩戴秘离的决定 因为肖瞻 比太子还可怕 许思嫣将太子换走了 临走前 还狠狠弯了我一眼 这一刻 我竟觉得她这嘴脸分外惹人喜爱 两妹 我们一起走吧 许思嫣一副你吃错药的表情看着我 可还没走两步 肖瞻在身后不紧不慢地开口 孟姑娘 请留步 你外祖父托我带了东西给你 听到外祖父有事交代 无奈下 我只能咬牙留了下来 她从秀中取出一纸书信 我接过一看 只一眼 立马合上 心中却锦铃大响 乱作一团 看完了 肖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手指却无意识转动了两圈扳指 我咬唇点头 又想到带着秘离 于是开口 看完了 可嗓音异常干涩 那便回去吧 说着也不等我反应 自己率先离开 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直到肖瞻走远 傅又取出书信仔细看去 不大的宣纸上 龙飞凤舞着八个大字 世纪败露 家主震怒 一股无力感顿时涌上心头 没人知道 异姓王军中第一蒙面弹将 其实是我 审视男丁凋敝 表哥又体弱 为了审视满门荣耀 我戴上面具 换上男装带他上了战场 这一去 就是五年 若不是与太子婚约在即 我不会赶回京城 也不会被肖瞻发现破绽 当晚 熄了烛火 我坐在闺房天人交战 在想要不要上门请罪时 窗外传来了一阵声响 我忙带上蜜蜜走过去 寻目一望 太子一身黑衣 长身玉力站在夜色中 我与他视线交汇 不等我诧异 只见他薄唇微动 身般开口 孤以请止 立你为侧飞 秋风卷过 明月洒下一片冷光 蜜蜜微动 我俯身 殿下说笑了 将以怀眸光见冷 孟姑娘不愿 亦或是想抗旨 明明语调平平 却生生有种压迫感 他今夜突然来访 绝非一时兴起 我挺凶 与他隔着密离相望 其实 幼年时 我们是见过的 那时 爹娘王姑 皇后娘娘将我接到宫里 拉着她的手让我换哥哥 将以怀自持身份 很是看不上我 全程黑着脸 我年纪小 受不住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他转身就走 任凭皇后在身后如何互换 都不肯理我 那时候 我便知道 这个人 他打从心里就厌恶我 所以 明明退婚书都送来了 又怎么可能会突然变了主意呢 我想通其中官窍 便也不着急 故作惊喜 记得殿下看重 民女便静待赐婚了 江以怀身姿微僵 片刻后 她嘀嘀地笑了 孟姑娘倒是和传言不甚相同 阴落 转身引入暗处 我始终紧绷的那根弦骤然一松 官窗正欲转身 惊诧间 一道滚烫的身躯贴了上来 一瞬间 我头皮发麻 再顾不得隐藏 右腿微曲 反手掏向对方咽喉 我用了五成力道 对方不敢硬抗 急速后退 下一瞬 你这是打算谋害主军 我伸出去的手尚未来得及收回 愣神间 被人握住手腕用力 踉呛着跌入了男人的怀抱 动叹不得 肖瞻不悦的嗓音在我头顶响起 本王等到二更 你没来 只能本王亲自来了 没想到 还能看出好戏 我被按在他胸膛 耳膜随着他说话 一声声犹如肋骨 脑海中瞬间闪过白日里 他转动扳指的模样 原来他竟等着我去请罪 也就是说 肖瞻对我冒名顶替之事 有轻拿轻放的打算 我忙从他怀里艰难退出 整理好一山跪地 民女死罪 室内静默 肖瞻眼尾一挑 你确实死罪 我跪服在地 这和预想的不一样 谁知他却突然说 陪我去个地方 再问你的罪也不迟 踩上屋顶那刻 我才发现 肖瞻穿的是夜行衣 当朝上下 连他都要偷摸行尸的地方 怕是只有那一处 果然 肖瞻将我带入了宫 他对地形熟悉 成功避开巡逻 闪入一座四角塔楼 直上三楼 家和十三年三月十日 你父亲因宫北调 死于任上 说着 他从架上掏出一卷明皇展开 看向我 昏暗的塔楼里 除了他 便是我紧张的呼吸 如此大费周章带我进宫 还如此准确地找到圣旨 是为了证明什么 我小心凑过去 着边转 梦玉北上通州 修转周治 家和十三年三月十日调令 梦玉是我爹的名讳 我念了三遍 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呼之欲出 京城到通州 快马虚五日 父亲不善其数 也就是说 梦大人怕是刚出京城城门 最多百里地 便遇害了 肖瞻突然道 我脑中嗡的一声 十年来深信不疑的一件事骤然被推翻 无数疑点翻涌而来 得知父亲死讯后 母亲去迎父亲遗体 我在门槛上哭作至夜幕沉沉 却等来了母亲殉情的噩耗 那一刻 天塌了 所以 我爹娘真的是被人害死的 我听到自己问 父亲是家中独子 身故后 家产旁落到了祖母娘家的哲身上 也就是许思嫣的爹 许晨 是许晨 他是受益最大的人 肖瞻点头 将圣旨归位后 转身朝外走 这处塔楼位于皇宫西南角 站在高处 可以将宫外的朱雀街映入眼帘 我跟过去站定 夜里风更凉 夹杂着寒气 却抵不过真相被揭开时的冷意 肖瞻突然说 太子派人去了你曾住过的乡下庄子 我呼吸微沉 父又正常 王爷有话不妨直说 你道乖绝 肖瞻激笑道 我低头不渝 原来太子今日找来 实为试探 可他到底在试探什么 太子已然对你产生了兴趣 你有想过该如何应对吗 肖瞻挑眉看过来 在这凉夜无端风流 我心头一跳 这眼神 我很熟悉 在军营里最常见 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 我捏了捏手心 还请王爷相助 民女此次回去边关 便离开军营 绝不给王爷添麻烦 肖瞻没动 眼神如硬 我闭上眼 咬牙 愿为王爷干脑涂地 下一瞬 身子腾空而起 黑暗向林 肖瞻扬起一只手臂 披风都头照下 我被禁锢在方寸之间 浑身凉意被驱赶 鼻息间全是他身上的雨后竹叶香味 本王正好缺一位王妃 看你就不错 他盯着我 不错一眼 我大惊 意图挣扎 他却突然副手遮住我的眼 滚烫的鼻息贴在我的耳阔 本王等了你许多年 可从未想过拱手让人 王爷 惊惧之下 我腿软得站立不住 他大掌油动 掐住了我 轻身落下一吻 次日 我刚洗漱好戴上秘笠 门被踹开 许思烟怒气冲冲而来 劈头盖脸就骂 梦之碎 是不是你散步的谣言 我打了个哈欠 对 也许没想到我承认这么爽快 许思烟愣神 肖瞻提出的条件是 我嫁给他 他帮忙报仇 我拒绝了 父母的仇 我想自己报 太子的人从乡下庄子回来后 一定会追问我的去处 所以 我一不做二不休 请了人将我被许家虐待 从而送去庄子的事 偏由加醋传了出去 当初许家对外说我体弱 这回 我偏要打脸 无论如何 我当时仍顶着未来太子妃的身份 许家这样对我 是打皇室的脸面 而太子他们极重脸面 况且 我在赌 即便昨日 肖瞻叙述的十分客观 反而让人有种太过完美的错觉 若真相如此一目了然 那太子特意派人去庄子打听 这就很值得人深思了 不出所料 许思嫣发泄般将我屋里打砸一通 正巧碰到太子带着一队人马闯进来 将许思嫣禁足 将以怀满眼失望 有人上前一步 盯着婢女将人带走 许臣也被带了上来 他满目惊慌 看到太子时 双股打颤 扑通就跪了下去 口中嚷嚷着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也是听命 太子不耐烦 挥手 立刻有带刀侍卫捂嘴 将人带了下去 匆忙到 似乎在掩盖什么 院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思索着许臣刚刚所言 若不是他 那就只能是 电光石火之间 我看向远处巍峨的宫墙 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惧 悄然往外冒 江以怀并未察觉 执着于追问 这许臣有些手段 我上了行 才从那些农户嘴里撬出点话来 听他这么说 我思绪顿收 那群农户有多会见人下菜碟 我不是没有见识过 除非 人被换了 而能做这件事的 只有萧瞻 太子声音温和 夹杂着疼惜 听说你独自一人在外讨生活 隔一段时间便会回去托人传消息回来京城 却始终无人理会 我N了一声 习惯了 他不知道的是 最开始时确实是这样 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直到外祖父派人将我接到边关 小孩子家长得快 庄子里的人并不在意我 所以 外祖父安排了人替我时不时回去一趟 用以掩人耳目 太子还想再说什么 屋外传来轻浮的脚步声 紧接着一个白面男子迈着碎步而入 参加太子殿下 陛下口语 传梦姑娘入宫见驾 这算是我第二次入宫了 虽然第一次 不太光彩 长长的公道似乎走不到尽头 而我钻了一手心的汉 皇帝凭退众人后 我便摘下了秘离 只一眼 他便感慨万千道 像 可真像啊 和你娘长得如出一辙 陛下进食的我娘 他招呼我坐下 退婚的事 是我那儿子有眼无珠 让你受委屈了 我忙跪地 民女不敢 皇帝却没有表情 自顾自地继续说 当年你爹娘先后离世 朕连你孤苦 这才赐婚打算给你一个依靠 不曾想 却是好心办坏事 拉错了红线 我爹一个小小边传 即便在联系 也断然没有用堂堂太子弥补的说法 陛下可是和我爹娘熟悉 我不敢抬头 却也知道尚未有一道压迫的视线落下来 明显不悦 良久 皇帝才道 算是吧 只是嗓音中难掩沉重 我翘首以盼 他却没有继续说下去 面色疲倦地挥挥手 不等我追问 便有宫人请我出去 临出殿门时 皇帝悠悠道 太子欲求娶你做侧妃 朕已骂过他了 然后再无动静 再次走到宫道上 天色渐暗 我想事情入神 引路宫人何时离开的也不知道 感觉到不对时 对面站了三位持刀侍卫 剑尖泛着冷光 直直朝我劈来 杀气逼人 一切发生得太快 我下意识后退 摸向腰间 是空的 这才想起 入宫不得佩戴兵器 而宫道是进出皇宫必经之路 能在这里对我动手 还无人敢管 除了皇帝 别无他人 剑尖近在眼前 我欲欺身上前夺刀 肩膀却被人按住一拉 退入熟悉的怀抱 来人将我的头按入怀中 冷冷起唇 滚 我透过眼缝去看 是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悄无声息地退了下去 而肖瞻这才松开我 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斥责 若你刚刚动手 别说我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今日 你只能横着离开这里 我顿时后怕 没错 皇帝不会无缘无故 派人来杀我 大概率是要试探什么 他也派人去了乡下庄子 我问 肖瞻拉着我上了马车 而后才解释 陛下比太子谨慎得多 可我不过一个小小编撰的女儿 她们到底都在怕什么 肖瞻看着我 眸光忧深 身不见底 我眼洁微颤 心底浮上一抹不安 或许这个答案 是我承受不起的 车轮滚动 止于满是寂静 最后 肖瞻将我带回了王府安置 而她匆匆入了宫 管家将我带到主院旁的一座小院落 小花圃里岔子烟红 屋内更是一应俱全 肖瞻是在晚间回来的 脸色苍白 眉眼间却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王爷受伤了 离得远倒是毫无所觉 靠近后四周都弥漫着极淡的血腥味 即便沐浴过也压不住 肖瞻撩开衣袍坐下 小伤 无防 神色倒淡然 我帮她侦查 硬着头皮开口 许大人她 王爷可否安排我见她一面 我想问问她背后的人 为何要害死我爹娘 可肖瞻眼皮都未先 死了 我惊呼 死了 为什么 我以为顶多是斥责 肖瞻然道 失去利用价值的棋子 便是此种下场 我默默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强压下内心振战 黄泉之下 皆为蝼蚁 王爷入宫 是去杀人了 我想到她身上的血腥味 肖瞻却急滴地笑了 长臂一身 将我揽入怀中 本王在碎碎眼中 竟是如此凶残吗 除了阿弟阿娘 已许多年未有人唤我乳名碎碎了 就连外祖 也只是患至碎 我绷着身体 双目却茫然 自从来了京城 一环扣一环 似乎有一个极大的谜团 在前方等着我 比如 王爷安排我住的院子 是早就准备好的吧 他常年不在京城 那处院子又小 实在没有耗费人力 去维护的必要 除非 有意为之 肖瞻却并未回答 他骤然松开我 站起身 我错愕看去 只见他眉眼间满是冷意 像脆了冰 梦之碎 你女扮男装进入军营 是为欺君 被太子退婚 视为不祥 如今遭陛下猜忌 若不是我出现 你今天是走不出皇宫的 我心头狂跳 惶恐下跪 万万没想过 上一刻还轻声软语的人 下一刻就变了脸 而且 我总觉得 他不会说出什么好话来 果然 肖瞻接着道 这天下间除了我 便没人能护得住你 怎么样 要不要求求我 良久 我四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王爷用心良苦 我不过一介孤女 实在无以为报 只能用自己偿还 我身后 除了示威的沈家 再无其他 而沈家本就追随肖瞻 他这是掐着我的命脉 逼我妥协 还要心甘情愿 肖瞻得了我的应成 心满意足地走了 这日后 宫里赐婚的旨意便传了过来 不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法子 说服了皇帝同意我嫁给他 总归 一时半会 我应该是安全的 倒是许思燕竟没受他爹牵连 由皇后撑腰办了场诗会 顺带请了我 我本不想去 可肖瞻却让人传话来 说是婚宴前可以出去散散心 我只能硬了 可刚进入举办诗会的院子 许思燕眼间看到我 立刻尖酸道 表姐 我还以为你攀了肖王炎两的高知 看不上妹妹这小小诗会了呢 我坐下 神色平静 按辈分 你当换我一声黄沈 这世道 最不缺的便是已全是压人 许思燕面色骤然难看 碍于场内世家小姐夫人众多 怕丢了脸面 这才不情不愿地憋出一句 黄沈 看热闹得纷纷静了下去 我今日来 没有带蜜离 众人视线在我和许思燕脸上来回流转 揭露出意外之色 许思燕面色凝滞后又重整脸色 笑着走过来 没事人一样揽上我的手臂 表姐 借一步说话 我被她带离袭面 带到无人的地方 许思燕骤然松开手 哼了一声 梦之碎 你还不知道吧 你爹是被人害死的 我寻声望过去 他眉眼间皆是得意洋洋 我爹说 你爹出发去往通舟前 沈家得了消息 本是传信前来阻止的 却不知为何 那封信半路不见了 我神色平静 绣筒里的掌心却被抠得生疼 我如何能相信你的话 许思燕勾起唇角 你母亲喜欢木棉花 所以那桩信件的盒子便刻着一朵木棉花 我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自那日答应嫁入王府后 我便搬到主院 肖瞻很是忙碌 我极少能见到他 无聊时 我会去书房看看书 练练字打发时间 王府皆忙碌于我们的婚事 可我却毫无参与感 直日在书房消磨时光 一日午后 我看书看得困倦 便趴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时 一时亮呛 撞到一旁的薄骨架上 一个带锁的小盒子 从最上面滚了下来 砸到了我的脚边 我捡起来 木盒底部正刻着一朵 栩栩如生的木棉花 我从师会离开的匆忙 正好和太子车架擦肩而过 马车内 太子正闭目养神 暗卫巧声而至 殿下 查清楚了 那日随同许姑娘去往寒山寺的 还有梦之岁梦姑娘 且下山时 是许姑娘独自乘轿子下的山 并未见梦姑娘身影 话落 太子睁开了眼睛 只是里面如寒潭般 令人不敢直视 暗卫将头低得更深了 我用匕首撬开了盒子 里面指一张泛黄的纸 字迹依稀可见 是外祖父的字 莫以干涸吊骰 却能看到几个灵星大字 通舟 陷阱 我顿觉浑身发冷 十年前 肖瞻十八岁 在关山一带青角流匪 他为何要拦截祖父寄来的信 这晚 我枯作一夜 终是提笔写下一封信 莫记干透 一道莫青色身影从天而降 送往巅关 我下令 他双手接过 转身消失于黑夜 成婚的日子越近 我便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 一日 肖瞻刚从宫里回来 便神秘兮兮地捂着我的眼睛来到片院里 手放开后 眼前屈水流伤 暖意逼人 他竟命人在片院引了湖水过来 又在水边造了座小亭子 用不透风的卷步围起来 自成天地 夜间还能在里面烧炭取暖 看星星 肖瞻靠过来 下巴贴在我发顶 喜欢吗 我点头 脸上的笑压都压不住 那要怎么报答我 他凑得近了 滚烫的热意尽数喷洒在我的脸上 我不好意思地推了他一把 跑到亭子另外一面欣赏美景 肖瞻也不恼 自后搂上我的腰 轻易道 碎碎 你只要安心嫁给我便好 其他的不用担心 我将住 他以为我不知道 自上次在诗会公开露面 京城已经刮起一股流言蜚语 皆是传言我和当年的皇太女 长得有四分相似 成婚这日 肖瞻命人包下京城最豪华的酒楼 我便从这里出嫁 天蒙蒙亮 我便被拉了起来梳妆打扮 昏昏欲睡时 有人大喊 请王妃上轿 我被人扶着走出来 视线被盖头遮挡 紧于脚下一方天地 然后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伸了进来 自然地牵起我 朝外走 酒楼外恭贺声 鞭炮声此起彼伏 原本浮躁的心 在这一刻渐渐安定下来 轿子在城里也不知道了多久 终于落地 肖瞻的声音传来 还好吗 我嗡了一声 扶着他伸进来的手下叫 原本艳阳高照的天 却突然掀起一阵风 喜怕晃动 露出半张脸 我正要按下 余光却看到了人群前的太子 四目相对 他面色骤然苍白 往前一步 又被许思嫣扯了一下 堪堪停住 指一瞬 盖头落下 一切皆被阻挡在外 我的心也落到了实处 婚宴闹腾到很晚 肖瞻进屋时 脚步虚浮 满脸醉态 我忙上前帮他宽衣 却被他长臂一身抱进了怀中 带着酒气的脸贴上来 一个劲得蹭我的脸 我叹口气 王爷 切身事后您休息吧 轻笑声响起 然后是毫无醉意的野鱼 本王还不至于几杯酒下肚 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意识到 他刚刚是装醉 红着脸瞪了他一眼 肖瞻眼眶瞬间红了 低头凶狠地啃上来 丝毫都不温柔 我吃痛 哼了一声 狠狠咬了回去 天旋地转 人就躺在了榻上 肖瞻称臂在两侧 目光灼灼 我急促地唤了两口气 推了他一把 纠缠间 我身上本就宽松的礼仪松开 露出脖子上的玉佩 肖瞻眸光微闪 不经意道 这玉佩倒是做工精巧 我拿起握在掌心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 他说 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摘下来 肖瞻默默听着 落在我身上的视线开始游离 然后 咚的一声 栽倒在了床上 他闭着眼 艰难开口 碎碎 我怎么了 我喂回他 起身 帮他挑开衣领 一路向下到腰腹 咔 用力一扯 摘下了一枚虎头令牌 肖瞻神色迷离 却努力保持清醒 你 你要 做什么 我举起手中令牌 你曾帮过我 这次 我不杀你 日后再见 杀父之仇 我会亲手了结 这军服 本就是属于我的 话音刚落 肖瞻彻彻底陷入了昏迷 我抬手擦进唇边 口之里被我加了药 是外祖父让人送来的 他给我回信 血海深仇 不死不休 我看向昏迷不醒的肖瞻 抬手抚平他眉间褶皱 而后轻声道别 我走了 按照这个计量 他至少昏睡一天一夜 那时 我早就离开了京城 屋外突响炸雷 紧接着暴雨分塌而至 我又暗卫护着来到片门 这里连接一条巷子 走到头右转便能出城 我紧了紧缩衣 回头看了眼主院 烛光昏暗 静谧如常 暗卫催促 马皮已经等在外面了 我没再犹豫 错身走了出去 巷子昏暗 一道闪电划过天际 巷尾赫然站着人 他一身悬衣 撑着有伞 一步步走近 暗卫欲动手 被我拦下 离得近了 太子那张俊逸的脸 逐渐清晰 他嘴角捏诺 自朝般开口 真的是你呀 又一道闪电掠过黑夜 照亮他面上哀凉 沈兆岁 十年光阴一闪而过 我也有许久未听过这个名字了 特别是从他口中说出 我眼眶微热 后退一步 殿下 是来抓民女回去的吗 话落 他身形微顿 深深看了我一眼 然后极其缓慢地转身 像来时那样 一步步朝外走去 边走边低雨 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漆黑的雨目中 我最后看了一眼他的背影 转身上了马 十余年前 黄太女临朝 西夏只有一个郡主 我便是这位郡主的玩伴 因父亲入罪 我便随母姓沈 后来黄太女出世 母亲给我改随父姓梦 彼时 江以怀不过是贤散王爷允王的嫡子 我们常常玩在一起 黄太女便开玩笑 待我长大 便为我和江以怀指婚 后来 边关动乱 黄太女亲征 爆发瘟疫 死亡数万人 最后 黄太女也意外感染瘟疫去世 死后 允王登基 改年号为家和 黄太女死后 父亲将郡主偷偷送出了城 被允王发掘 她登基后 已将父亲调往通州为由 半路杀了她 而我的母亲 也死于逼供 死后 皇帝赐婚于我和太子 并非觉得愧疚 而是做给黄太女的拥护者看的 一面彰显她仁慈 一面又让世人以为 我爹娘背叛了黄太女 而这场瘟疫 十年查证 正是允王所为 家和二十三年 我率军围困京城 和护城军隔着城墙对峙 肖瞻来谈和 刚落座 她便笑了 不愧是我肖瞻看上的女子 有勇有谋 我看着她 静默不渝 她收了笑 你在我身边折服五年 倒是把外面这群人给治得服服帖帖 是我小看你了 本以为女子翻不出什么浪花 说不出的惆怅 军中之人只认令牌 再加上这五年我有心经营 调遣这群人来 还算顺利 我收回思绪 提醒她 王爷 此番是来和谈还是叙旧 她转动扳指 落在我脸上的目光复杂沉重 良久才开口 梦之遂 你没有心吗 我错愕看过去 不懂她什么意思 肖瞻视线在我脸上群寻 而后满面痛涩 咬牙道 倒是我一厢情愿了 我胸口一致 悄无声息转移了话题 王爷娶我 是为了玉佩吧 传言黄太女将藏宝地的钥匙 给了她唯一的女儿 怕是要让王爷失望了 我并非黄太女的女儿 她骤然抬头 我接着说 我本名沈兆岁 是沈氏嫡女的独女 没错 一道奇长身影先连而入 我忙起身 殿下 肖瞻震惊地打翻了茶杯 竟然是你 当年 皇太女暴毙 为了保住她的血脉 父亲将她秘密送往沈家 当作男子来养 对外一律宣称是体弱 不便见人 取名沈其白 而我 则被带入京城 混淆视听 就连许思嫣 也是其中一环 我这次入京 先是被退婚又成婚 皆是为了吸引各路人马的注意力 从而方便殿下在边关招兵买马 将其白衣改体弱 穿着白色旗装 洒爽英姿 落座后 缓缓开口 肖将军 我知你当年并未参与谋害我母妃 可你如今毕竟为允王效命 无以为 没什么好谈的 当今天子暴政 科捐杂税 边境混乱 又一心病重 百姓苦不堪言 肖将军不会看不到吧 肖瞻沉默了 许久后 忠誓一一到底 殿下人正 望殿下宽待我麾下兵士 那是自然 如今他们听从我的调遣 自然受我庇护 得了这番话 肖瞻不再言语 临走前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 我垂眸 下意识避开了 他落寞离去 当朝皇帝疑心重 他本就怀疑 是肖瞻借着成婚给了令牌 放我走 离别这一回头 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肖瞻被刺毒酒的消息传来时 我正陪殿下练剑 他停下 目光望向京城方向 不后悔吗 消息是我故意放给皇帝的 他为皇帝卖命 死在皇帝手里也不算亏 夕阳迟暮 我登高而望 暮色给天帝染上橘色 不后悔 家合24年 沈其白公开皇太女遗孤身份 改名江其白 一呼百应 他率军攻入京城 皇帝自吻于金鸾殿 太子主动递降 去往翻帝 不得赵终生不得出 新帝登基 改年号沉岁 自此 国家休养生息 减免税负 百姓安居乐业 第一女将沈兆岁 自此隐退山林 终生未出 寒山寺长生殿 爹娘 女儿为你们报仇了 希望你们地下有之 能够安息 燃完最后一根香 我没有出去 反而朝里走去 一整排的牌位后面 摆放着一张桌案 并两个蜡烛 一个香炉 我点燃香烛 灯光如豆 照亮正前方的牌位 上面只有几个字 忠勇大将军 萧瞻之灵位 右下角 齐齐沈兆岁力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了 我们的恩怨已经了结 你便安心离开吧 一阵风过 烛火被拉长成一条线 我起身 朝外走 山门外 一棵参天大树上挂满了红筹 我走过去 立刻有僧人前来 阿弥陀佛 施主上次来 所求之事可还算称心如意 我盯着一处 嗓音飘渺 算吧 而后位在犹豫 转身下山 山峰拂过 已然吊骰的红筹被翻转 露出有字的那面 字迹模糊 却仍依稀可辨 上面写着 萧瞻 在这边